大學給我一個榮譽文學博士所謂 而且我是我這一代的作家 唯一有一個文場館的 那今天我們就要開始布置那個展館 那我爸爸年輕的熟悉一個木工 他為了自己結婚 給自己跟他的工人打造了一個 昂明城就是那種老的床 而且那個床很特別 它跟中國的那一種昂明城不太一樣 我們的吳將軍老師稱他作為 是一個大正風格的一個台灣式的昂明城 所以等一下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這個床從我的老家拆出來 然後要一路先在鹿港遊街 然後呢 好像遊街不太對喔 採街 然後會有那個跟著其他的嫁妝 還會有那個北館 一路呢 我們遊行完了之後 才把整個車子的 對著 就這樣裝呢 會送到中心大型那裡去 所以呢 我們就給這個活動叫做 李昂小姐要出價 那李昂其實是入港之光 那當然我們入港的鄉心呢 是懷著這個衣不捨 但是呢 又很疼是這個現場 就是李昂老師所說的 我們以文化作為嫁妝呢 那把這個李昂呢 從這個入港 然後呢 嫁到這個台中中心大學的這個李昂長館 但是呢 邰老師說不定 六港英文都是你的後頭處 那當然 而且 你如果外面什麼人幫你求 你就回來六港後頭處看一項 大家就成功幫你補 而且齁 我們還可以齁 把那個 這個 啊 陸港跟中心大學 就跟台中 齁 來做一個相互之間的文化的交流 對 藉著這個文堂館跟文化組這樣 對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今天的活動 然後呢 透過李昂老師的文學 讓更多人認識陸黨 讓更多人喜歡陸黨 到陸黨 December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